你知道专打平A的白礼守约有多可怕吗 顺秒敌方的C位 战录敌方的刺客都是小儿科 稍微的浮夸一点 他甚至还能成为全新的抽血棒 新一代的塔下有动机 刺客鬼剑仇 那么先说一下原理啊 峡谷里暴击的伤害是200% 而守约的普攻伤害天生就是19% 所以守约的每一次普攻 都会相当于其他英雄的一次暴击 甚至于很多英雄打出暴击以后 实际的伤害还不如守约 所以按伤害来算的话 那么守约普攻的吸血效率将会是其他英雄的1.9倍 同时物理吸血 他会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判定 这就会导致你A的人越多的时候 吸的血反而越少 所以普攻是范围伤害的英雄 对于物理吸血的收益是不如单体伤害的 因此这一套只靠平安和血的白礼守约就诞生了 玩起来非常的简单且粗暴 没有任何技术门槛 远距离狙击消耗 能狙到就狙 狙不到算了 反正近身以后你A就完事了 大伙想一想才六七分钟啊 咱一发普攻就有进千的伤害 而敌方绝大部分的英雄血量都是五圈左右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每三次普攻就能制造一个残血 优势这么多确定也会有 平A守约特别缺乏收割能力 如果你的队友再没选一个收割型英雄的话 那么你打出来的那些残血没人收 对面的一堆残血全跑了 这个时候就很尴尬了 理论说完咱们实际搞一手 因为守约的特殊性 我建议大伙想完的时候最后选 要是你一楼选了个守约 队友心态炸了 然后二三四五楼全部摆烂 那这一把不就记得个记吗 这一把下路兑现的是算香 守约的留人能力很差 对面要是不跟你打的话 你很难建立优势 但是不要紧 喊队友 对面绝对想不到 你一个守约成绩这么强的英雄 一点操作的心思都没有就这么脏 就喊队友 这是很容易成功的 当然了 敌方的报复来得很快 慌了一下对面下了四个 但慌我是不可能慌的 我甚至还点想笑 我们这边三个人 我就不信对面四个赶烈塔 我笑了呀 他们是真敢 如此的目中无人 如此的不知道天高地厚 凭什么 二级人一枪 送兄弟上路 顺手再偷个防御塔 下路 宣布支霸 守约这个英雄一旦顺起来 就没得其他人什么事了 拆塔又快 远程能消耗 进程还能凭A 滚起雪球来是非常的可怕 尤其是敌方阵容偏碎的时候 A出三下对面就没了 挨到一枪对面就得回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来切你 他会发现这守约还不好切 而且到了后期了 做完了末世和气血 那对面还会惊讶地发现 好不容易切到你了 结果还切不动你 这一环扣一环简直可怕 所以兄弟们 这玩法一定要试一下 像这一类同时兼顾了 强度和娱乐性的玩法 你玩起来以后 不管输赢都会非常快乐 当然了 如果你先手选了守约 然后被队友给演了 这你就不能怪我 毕竟守约和江子牙一样 一疯了肯定是要背锅的